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六个消息 ESPA争议最新后续 前一阵子引起ESPA性骚扰事件的警服沟中 5月9号,该校的教育主任在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 上传那些贴文的学生们是没有恶意的 因为扭曲了他们的意图,所以他们现在感到非常困扰 说真的,那些贴文的内容不都是没什么意义的吗? 然后当天在现场其实也没有那么混乱 反而因为秩序遵守的很好,还收到了外部人员的称赞 没有恶意就没问题了吗?应该要好好责备,好好教育吧 怎么忙着护航呢?这是从教育主任开始就有问题了 那你在你父母亲戚大人们面前,使用那些词语看看 没有恶意的话不就更有问题吗?不就是不把那些当成是个问题的问题吗? 之前不是狡辩说是外部人翻墙进来,扰乱了秩序 现在怎么又说被外部人称赞了呢? 我没有恶意,我没有恶意,我没有恶意 以根得语,每天都有摄影师跟着他 5月8号,一位在乌克兰以英勇军参战的韩国人赵某 在Facebook发文表示 YouTuber以根带着摄影师来这里,这是正常的吗? 难道你们没感觉到其他外国英勇军们说闲话吗? 现在对我们来说,没有比与YouTuber一起待在这里更侮辱的事情 然后几天前,你们还开始募捐了?太无耻了 对此,以根发文火速反驳 跟以根一起出国的宾某,是海兵队搜查队中卫出身 他受到了国际裁判所的委托,来执行搜集战争犯罪证据的任务 对于募捐部分则表示 乌克兰每天都会有很多无辜的牺牲 而现在航母人之间互相攻击,真的很令人反感 对于散布谣言的人会进行法律诉讼的 违法的人说要进行法律诉讼也太好笑了 为什么会让英勇军去搜集证据呢?可可,好好笑 搜集证据后是要上传到YouTube上吧? 这龙兄怎么这么多任务?可可 但是那位摄影师上传的都是以跟摆姿势的照片呢? 对于带着摄影师到前线的一个,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换了13次衣服的苏吉 苏吉在SIDE的NBCLOP中,一共换了13次衣服的消息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白色连衣裙,紫钉箱连衣裙,露背连衣裙 上白下红连衣裙,方格衬衫,闪亮绿色裙子 皮肤色连衣裙,绿色连衣裙,露肩连衣裙 红色剥点裙,POPPINK连衣裙,最后一套服装 怎么都这么相配呢? 这些都是很难消化的服装 苏吉手腿都很长,舞跳的也很好 再也邀请苏吉的理由是因为说到SIDE的想到的就是苏吉 90%的人都会错的数学题 我们来看一下有13万多个留言的数学题 大家知道答案是多少吗? 成功的粉丝FIT,DK及切尘 出演SIMETIGANA后爆红的DK及成员切尘 在很多节目直播中多次非常多次的透露过 自己最尊敬的前辈是球斯年 很想见球斯年一面 而因为DK及的打歌活动即将要结束 球斯年却已经去回归了 所以两个人就一直错过了在音乐节目上的相遇 结果在前几天 切尘出演了球斯年主持的广播节目 成为成功的粉丝了 被工作人员制止的切尘 还不能进去 粉丝们非常怀疑 当天切尘是不是故意穿了球斯年象征色的衣服 切尘还说会努力刷姻缘克克 啊又好笑又可爱 恭喜你成为成功的粉丝 看了SIMETIERA入坑了拍色安拍切尘 认识了DK及Kanak 今天又一直在听乌吉的歌 永无止境的世界观 切尘球斯年加油 辅山出身的一线男性们 一位网友整理了韩国大红一线辅山出身的男性们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啊啊啊啊啊啊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